8月6号,国新办在北京就近日国务院正式印发的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芯片区总体方案等有关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 商务部副部长王寿文表示 总体方案确定临港芯片区先行启动面积为119.5平方公里 并具有三大特点 第一个特点就是坚持贯彻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发挥开放性制度体系优势 推动统筹国际业务 跨境金融服务 前沿科技研发 跨境服务贸易等功能的急剧 整体提升区域产业能及 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 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 第二个特点是坚持对标国际高标准 第三个特点是坚持以风险防控为底线 从正点领域监管 信用分级管理和边界安全等不同维度 构建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全面提升风险防范水平 王寿文介绍 临港芯片区和上海自贸试验区其他片区相比 在制度设计方面有不少的创新和提升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呢就是有了明确的更高的定位 临港芯片区强调要打造 更具国际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 第二个这个创新方面呢是丰富了战略任务 这个临港芯片区进一步强调服务和融入 长三角一体化的发展战略 第三个创新体现在突出了产业发展 第四个呢创新提升方面呢 表现在监管方式方面 现有的自贸试验区 包括上海外高桥保随区 四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而临港芯片区 这将建设阳山特殊综合保障区 同时上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寅也在会上表示 总体方案中研究制定了支持芯片区建设的特殊政策 主要是聚焦于管理权限 资金支持 人才吸引 土地规划 住房保障等方面 我们一共提出了有12条政策 包括人才的居转户 就是居住转户结 从原来的7年缩短到5年 核心的人才进一步缩短到3年 另外呢 我们为外国人来芯片区工作 创造便利条件等 对于非本事户籍人才 勾防资格 由居民家庭调整为个人 而且呢 原来的政策是 勾防需要缴纳的个税 或者社保年限 是要有5年的 在芯片区 我们数短到3年 另外在资金方面 上海将涉列芯片区的专项发展资金 5年资金总规模超过1000亿 在芯片区的专项发展资金 在芯片区的专项发展资金